天气真的太热了 走在太阳下怕被晒昏头 车当然也要停在树荫下比较凉快一点 但是这个车主呢 真的是祸从天降 因为呢他把爱车 就停在有树荫的停车场来遮阳 没想到竟然被断掉的树干给压个正着 这车主看到简直是看傻眼了 现在打算要跟市府求场 画面中亲手拍下树干瞬间掉落 压毁树下的轿车 发出了巨大声响 连民众都跑出来看 一接到通知赶来 车主张先生看到这样的景象 简直傻眼 因为自己的爱车 车尾整个凹陷了一大块 就像垂道一样 哪里受损 车的后部里头发的全部灭灭点 张先生说因为天气热 才会把车子停在新竹 这个有树荫的停车场 没想到爱车会被树干砸到 受害的还不止他一人 因为断掉树干长度就有10公尺 前后停在树下的五部轿车 全都遭殃 管理员说树干应该是白以注实 才会断掉 加上树干太重 砸落的力道也就越大 因为这个停车场 还有闯获的凤凰树 都是由新竹市府在管理 车主把车子送修 又向市府提出赔偿 弥补这个祸从天降的损失 终于新闻和孟谦 陈英灵新竹 采访报道